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介绍一套来自于我们这个可食用的这个手工制作 我们的黏土的一个小套装 那么在里面呢是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动物的一个黏土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可以给大家试一下去做一个Hello Kitty 或者是做我们的mini mouse我们这个小小的可爱的米奇老鼠 那么所需要的内容呢就是它的这个凉的一个注射器 然后以及它的一个水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混合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呢可以给它来试一下 首先是要加入它的一个粉末 然后呢再给它加入我们的水 大概这边是要加12毫升的水 啊可以看到它现在它的颜色呢是有些已经变成了红色 我们现在是要拿一个小罐子给它进行一个搅拌 那么给它搅完了之后的话呢 看起来就像这边这个样子啦 嗯感觉它吃起来呢有点像我们这个香草 以及榛子的一个味道 嗯有一些些的香浓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嗯那么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个烘培 然后给它搓成了一个饼 这个扁平的一个饼状的样子呢 就是看起来像这个样子啦 嗯这边呢是需要用到我们的非常可爱的一个 Hello Kitty这个造型 以及呢我们的米奇老鼠 然后我们是要把它的这个面皮呢给它取下来 我们现在可以用它这个给它进行一个面部的表情的一个塑造 还有我们的Hello Kitty 那么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大概15分钟 150度到180度的一个烘培 那么就得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饼干啦 那么我们小饼干呢现在是看起来是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看它是不是一个饼干的味道 嗯吃起来的这个饼干的味道呢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饼干的味道 非常的香脆 然后我们烤的呢也是非常的薄 上面呢就是有我们这样可爱的这个Hello Kitty 还有我们米奇老鼠的一个笑脸 也是特别的不错 所以在这边呢是特别强烈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一方面呢是自己DIY做出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这个小小的饼干 另外那一方面呢可以锻炼自己的一个DIY动手的能力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忘了订阅我们频道 给我们点赞和给我们留言 下期再见咯拜拜